全球瞭望 央廣台灣APP 與UDN TV聯合直播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311福島核災已經過了整整四年 日本究竟會不會重啟核電引發關注 日前應要來台的日本核能專家認為 由於考慮發電的成本 日本必須要重啟核電廠 否則將重創經濟 不過我國的反核團體 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兩位來賓 跟我們來談這個事情 對於台灣以及世界的影響 首先是立法委員田秋錦 田小姐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清華合工研究所的 特別教授李敏 李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想先請教李教授 核災發生了以後 我們先不要談這個 因為受到影響的老百姓能不能回來 但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仍然不斷在外洩輻射水 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 日本政府沒有辦法處理 那現在看起來 其實反核團體最大的訴求就是 核災的這個問題 是沒有辦法徹底解決的 不管是從車諾堡的事情 或者是這次福島的核災 到目前來看這個問題 仍然在持續當中 那只要有核電廠就有這個危險 說有可能會發生核災 你是怎麼樣來看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跟這樣子的看法 OK 我想剛剛主持人講的 只要有核電廠就有發生這個核災的危險 我想修正一點點好不好 風險 什麼叫風險 就是一件事情它發生的可能性 還有它發生之後 所造成的一個後果 那風險的可能性指的是什麼 可能性指的是機率的一個大小 我個人是贊成說 我們應該繼續使用核能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也是從一個風險的角度來考量 我們核電廠已經使用了30年 OK 在台灣並沒有造成任何的核災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講講說 如果我們現在叫做不使用核能發電 那我們會面臨什麼樣的一個風險 會面臨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我想我們今天這個 看了這個主持人準備的這個問題 有些東西我們後面會談到 我覺得一個電力 一個電力的供應 是能源供應的一部分 那能源的供應跟國家的安全 是息息相關的 那能源的供應我們談的是兩件事 一個是能源的來源的穩定 那麼另外一個是價格的穩定 注意到我不是講價格的高低 我是講價格的穩定 因為我們只有穩定的一個 一個穩定的能源的供應 穩定的能源的價格 才能確保我們經濟的發展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也就是核能發電 它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對於我們能夠滿足 國際減碳的一個要求 或者我們可以滿足將來這個 大家把碳足機 看成是你的競爭力的 一部分的時候 我們手上有一些因應的方法 這是我們贊成核能發電的原因 我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使用核能發電 是要降低OK 能源供應的風險 價格波動的風險 二氧化碳的風險 如果我們認知它有這個好處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看 我們使用核能發電的風險 就是說發生核能災害的這個問題 發生核能災害的這個可能性 還有它發生核能災害的一個後果 我們講日本它現在說 發生之後它到現在 還有地下水的問題不能解決 那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電廠所在地 然後整個事故發生的一個過程 造成它有地下水 融入了這個電廠的一個設施 所以它必須要處理 所以這是日本福島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情形 你說怎麼處理 我想我們大家要認知一件事情 這個環境就是一個輻射的一個環境 自然界就有非常多輻射的物質 這些輻射的物質它所放出來的輻射線 跟我們人工製造的物質 人工製造的放射線物質 所釋放出來的輻射線是一樣的 但是還是有程度的差別吧 沒有程度的差別 我講得非常肯定 我天然的輻射 我釋放出來的這個放射線 就是Alpha Beta Gamma 那我人工釋放出來的這個放射線物質 釋放出來的還是Alpha Beta Gamma 所以輻射線對人體造成的影響是一樣的 那你在不同的地方 就從天然背景來講 你在不同的地方 你接受到輻射線的強度就不一樣 你今天是在平地 或者你今天是在阿里山 或者你在玉山山底 你接受到背景輻射就不一樣 你今天去照射X光 你所接受到的輻射 也會接受到輻射的計量 所以輻射本來就是環境中存在的一部分 那日本人針對這個 這個所謂的地下水污染的這些東西 那它基本上 它能夠濃縮留下來的 它就留下來 將來變成一個低階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 當然這是對他們來講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經濟上的負荷 所以我回過頭來我前面講的 使用核能發電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經濟上的風險 經濟上的風險 如果發生事情的話 你會付出龐大的一個經濟的代價 那你不用核能發電 也是一個經濟上的風險 可是這個經濟的風險 是影響到你國家的競爭力 我想影響最大的可能是我們的 所謂的一般的中產階級 或者比較弱勢族群 剛剛李教授已經談了 他對於日本核災 他認為這裡面 除了考慮本身核災的風險 還應該考慮別的 田委員 你是怎麼看 日本核災這個事情 對於日本核災 你的觀察 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對日本來說 事實上已經造成很大的影響 這一次最近做的民調 幾乎都是超過一半以上的日本人 反對繼續重啟核電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在這個討論這些問題之前 我們要把一些條件先理清楚 德國是一個幾乎不會地震的國家 日本跟我們一樣 就是一個地震平人 斷層密布的國家 那我們條件又比日本還差 我們的國土就有日本的十分之一 福島核災發生的時候 日本政府有公佈了它那個污染圖 我請我的助理 把台灣的面積跌上去 大概有四個台灣面積那麼大 也就是說 日本他一次福島核災 他們還有地方躲 但是我們一次核災我們就完了 所以今天大家那麼焦慮的問題 就是說 就像今天我如果跟郭台銘競爭 在商場上競爭 郭台銘他可以賠錢 賠個一兩億 甚至一二十億 一兩百億 他可以面不改色 繼續做他的生意 但是我如果賠個一兩億 我幾代子孫我都還不了 所以今天這個條件不同 我們自己要先搞清楚 福島核災發生之後 我在立法院通過一個決議 叫做運轉中的核電廠 要全部重新做地質的總體檢 因為我們的核電廠都是民國這個 反正這三四十年前規劃的 那個時候的地質的測量技術跟儀器 都跟現在差很多 結果我們後來就發現 就是說我們整個 台電也花了兩億 委託了學者專家 這些報告也都經過我們圓人會 都全部都審查過 那我們一看 昏了 我們的核三廠 當時我們以為恆春斷層 是從核三廠旁邊廠區外過去 結果不是 他從大門口進去 離反應爐只有七八百公尺 好 那我們的核一核二 那就更精彩了 那個恆春斷層是活動斷層 我們的三角斷層以前不知道 就在馬總統當選那一年年底 我們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布 說有一條三角斷層 大概四十公里 所以我質詢的時候 請教吳敦院長 他還說四十公里還好啦 這個斷層本來就越長越危險 結果這個我們再重新調查的時候 發現它往海延伸 調查到哪裡斷到哪裡 大概已經有七十幾公里 很多學者專家說再繼續調查 會比赤隆普斷層還要長 這個就是我們的天命 我們母親的條件就是這樣子 那就不要再講說我們這個 核四外海有這個一二十座的 海底火火山 所以今天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我們在談日本的福島核災 我只要請大家好好地想一下 德國的總理梅克爾總理 最近去訪問日本 他講了一句話說風險是不可預測的 今天德國是一個工業大國 他們怎麼會不想要有便宜的能源呢 他們當然想 但問題為什麼在福島核災之後 他們宣布放棄這個核電廠 而且立刻關了八座老舊的核電廠 梅克爾總理是一個核子物理學者 他是非 本來是非常堅定支持核能的 在德國的綠島那麼龐大壓力下 他本來是支持核電的 覺得你核電繼續運轉下去沒關係 但是他開了一個全國能源會議 這裡面的人本來一半是永和 一半是反核 連那個主教都來了 討論的結果結論是什麼 說如果德國繼續使用核電 不敢保證不會發生福島式的核災 我覺得非常的聰明 為什麼 蘇聯的車諾比 美國的三里島 那不是天災 那是人禍而導致的核災 所以今天就是說你面對你的國家 你要提供子孫什麼樣的能源 你提供子孫什麼樣的能源 我們的國家會長成不同的樣子 今天你說我們只有核電 可以提供我們穩定的能源嗎 我請大家想一想 釉礦用不完嗎 釉礦有一天也會用完 但是我是覺得說 比釉礦更持久的能源就是太陽能 就是鋒利 所以你如果要追求一個永續的穩定的能源 而且不需要進口 我們國家每一年從2011年 我們從國外進口能源 白花花的銀子送給外國人 每年大概超過兩兆 去年我問也是兩兆多 所以這等於是已經超過 我們的國家總預算了 這些錢我們政府不告訴人民 人民也不知道 我們每一年都花這個錢 如果我們的太陽能鋒利 佔我們的比例越大 我們這一部分 從國外進口的能源 花的錢就越少 那我的意思說 這個東西對我們的國家經濟好 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我這個89年前去德國的時候 我訪問他們經濟部的官員 我說那個時候 他們的等國務費率 比現在還要高 我說你們花那麼多錢 跟民間買這些太陽能 你們不覺得不划算嗎 他們說划算極了 因為他們精算過 德國政府你要創造一個 新的就業機會 你要投資多少德國馬克 他們現在已經有 那個一二十萬就業機會 然後環境變好 人民變健康 這個都是國家的紅利 那個李教授 我想就是問德國的例子 因為這次梅克爾去日本 其實就在311的前夕 他在去之前就說 他要跟安倍首相來談 是不是能夠採取德國的方式 就是廢核以後 發展這個可存 renewable energy 這個事情 德國似乎他有一套計劃 似乎他也有自信 可以走得下去 這個是不是一個替代式的一個方案 對台灣可以用嗎 我想講一件事情 我是贊成核能的人 但是我相信 可能我在任何的場合 我都沒有反對過再生能源 我都贊成發展再生能源 我也贊成我們要節能 我甚至贊成要提高我們的電費 這樣才能夠讓我們的節能 節能能夠做得出來 我都贊成 但是如果你對再生能源 有一些了解的話 你會發現有一些 台灣有一些條件 是沒辦法像德國一樣 來那麼樣子的來發展再生能源 因為台灣是一個獨立的電網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電網 我們自己發的電自己用 當我們發電量提供不上的時候 別的國家不會支援我們 當我們的發電量過多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送到別的國家去 所以當我們使用再生能源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 其他的替代的方式 當再生能源不能發電的時候 這些替代的方式要上來 還有一件事情 那如果我再生能源發展很多 很可能發電完我用不掉 我沒辦法用完 澎湖就是一個例子 澎湖的風場非常非常的好 全世界第一流的風場 可是澎湖附近的民眾用的電 沒辦法把那邊所有風機的電用掉 所以我們必須建一條電來 從澎湖接到台灣來 用台灣的整個的電網 來支援澎湖使用風力發電 使用再生能源 可是這條電纜上不了路 OK 因為要上岸的時候 民眾反對在那邊建一個 建一個電纜的接收站 所以能源的一些發展 有很多結構性上的一些問題 回過頭來 我打個岸 現在的科技有沒有開始 可以突破這樣的情況 譬如說 你像在美國一直在做智慧電網 他用電腦運算方式可以調度 或者是說將來蓄電的方式 可以科技上會有發展 蓄電 現在問題就卡在這個蓄電上面 這個蓄電的科技 還沒有辦法跟得上 蓄電是非常高成本的一件事情 非常高污染的一件 高污染的一件事 我想我們這次開能源會議 提供了一些背景資料 台灣有八成二的民眾 不曉得我們能源百分之九十八 依靠進口 沒錯 我們發展再生能源 我們可以降低我們對 在這個進口燃料的依存 請問最高可以到多少 我們按照這個最新的一些規劃 按照最新的一些規劃 我們就算2030年能夠達到 我們能源局所規劃的那些程度 風力發電建了多少千瓦 太陽能發電 你再生能源只能占到百分之十幾 那剩下的東西你要怎麼辦 那你唯一的選擇 你今天把核能擺在名單之外 你唯一的選擇用什麼 用天然氣 用燃煤 燃煤有什麼問題大家都清楚 現在台灣要建燃煤電廠的話 幾乎通貨不了繁平 那我們要用天然氣 可是天然氣 它運輸儲存都不方便 還不要講天然氣本身 還有非常大的風險存在 因為天然氣儲存槽的風險 是相當高的 還有天然氣的價格 貴不貴 不重要 差的是什麼 它的上下的波動的 這個幅度非常的大 每天跟做雲霄飛車一樣 請問一下 我今天一個廠商 我要送訂單出 我要出去跟人家下單 我下單的時候 我的貨是六個月之後送的 結果我六個月之後的電價 跟我現在的電價差了30% 請問一下我們的競爭力 要怎麼樣維持 所以我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今天我們要的是一個 穩定的一個電價 我同意 再生能源我們就可以減少 對國外的依存度 我們可以減少到什麼程度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98 我給你減少到95好不好 那85你還是靠別人 你說可不可以再高 高不了 我們的土地就這麼大 然後我們在發展再生能源 如果有間歇性能源的時候 那個時候又該怎麼辦 好 剛剛李教授提出來 這些問題 我們等一下回來 在第二節的時候 我們繼續請田委員來 就這些問題來回答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日本福島核災 屆滿四周年 各國反核人士紛紛站出來 呼籲全球重視核電所帶來的災害 在日本跟德國都舉行了 反核大遊行 台灣也不例外 預計3月14號 全台3D舉行遊行 除了要求核一二三場 儘速除役 廢除核四也是主要訴求 我想請教田委員 剛剛李教授說的 在考慮這個事情的時候 要考慮到電價的穩定 考慮到電力的需求的情況 那目前再生能源 沒有辦法還補上這個情況的話 斷然要馬上要廢除核電 這裡面會不會引起很大的問題 你是怎麼看這事情 我想大家要很仔細的去回想一下 包括民進黨的立委 包括環保的團體朋友 都沒有說立刻停掉所有的核電廠 沒有人這樣講 因為過去我們政府花了太多的資源在核電上面 包括研究 包括蓋這個電廠 我今天有帶了一本 民進黨執政之前 台電所做的評估 當時評估說 如果我們把核四停了 大概只要包括工繩費跟合約金 大概800億就夠了 結果那時候沒有停下 我們現在花了2800億 這2000億我們拿去發展綠能 現在不知道什麼光景 不過我們現在回頭談一下穩定的問題 這個是德國 他們這些政府他們做的 就是他們叫風光互補 就是我夏天的時候 我太陽能比較多 冬天的時候風比較多 所以風光互補 它是維持某種穩定的 那在德國綠能是當成機載電力 是最基礎的電力 是綠能用完了 才開始用到別的能源 那我2011年1月 就是福島核災前兩個月去到德國 我們一下飛機我們在地的外交官 就給我們做一個簡報 說我們到達的前一個月 就是2010年的12月 德國政府送了一個叫做 2050能源規劃案到德國的國會去 經過辯論之後也通過了 為什麼2010年要去通過一個 2050的能源規劃案呢 大家想一想 2050一桶能源 一桶原油多貴 一支燃料棒多貴 那時候釉礦大概已經也所剩無幾了 那這個他們的規劃裡面 非常清楚的講說到2050 德國所有的發電 不是裝置容量 是真正發出來的電 要佔這個綠能要佔 再生能源要佔整個發電量80% 所以如果說綠能是這麼的不穩定的話 德國是一個比我們台灣 規模更龐大的工業大國 他們吃錯藥了嗎 絕對不是 就是說綠能還有辦法穩定 那也有人跟我講說 為什麼德國一年跳電 什麼十幾萬次還二十幾萬次 我當然也覺得 那這樣就不行了 所以我也去請教了 德國的在台的官員 他就笑一笑 他說我不知道你們那位學者 講的是哪裡來的資料 不過我有資料給你看 他拿的給我是歐盟的資料 歐盟比較了所有國家 每一年的跳電的紀錄 德國每一年都是最穩定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他就笑一笑 我說不是綠能說帶來不穩定嗎 他說委員 穩不穩定是看管理 跟你綠能的比例無關 那我後來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德國用了那麼多的綠能 那大家都告訴我說 德國的電價比很多國家都貴 你們的經濟還是歐洲最好的 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的電價貴 所以人民很省電 所有的工業設計都非常的節能 他說所以世界各國跟德國 買了很多這些工業設備 特別是中國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德國發展綠能 給他們帶來綠領的工作機會 也給他們帶來國家經濟的 這個市場競爭的能力 那2012年 這個2012年的5月 這個是工商時報的報導 當年德國太陽能的發電 已經等於20座核電廠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德國而言 因為我們不斷的講說 德國因為跟別的國家電網相連 所以我也去請教那個德國官員 他說委員 這個能源對現代化國家 像血液這麼重要 如果我的國家電網整個跟別人相連 就像我們聯體鷹 他得SARS我也得SARS對不對 所以他說即使是這個國境相連 我的電網大概只有3%左右 跟其他國家是有並聯的 那他們並聯的好處在哪裡呢 他們的這個德國的統計局 他們的官方的英文的網站上面 我們去看看到他們 他們2010年賣了228億度的電 他們賺了台幣535億 然後他們統計局非常清楚的講說 他們是因為發展太陽能跟風力 所以他們才有這麼多電力可以賣給別人 委員 我要打個岔 因為剛剛李教授有提到有一點 說我們現在目前的電力需求 如果是你把核能除掉 或者是照現在反核團體說的 要把其中的一個要提前退役的時候 會沒有辦法彌補這個缺口 你覺得在目前的計畫來講 你覺得是有信心可以彌補到這個缺口嗎 我要跟大家講 那個首爾市長他推動節省一座核電廠 2010年本來要推到2012年的年底 結果提早半年就達成了 他們現在正在繼續推要減少兩座核電廠 那我的意思是我們的台電公司 一直對節能不是那麼重視 為什麼 因為人民節能它就減少收入 當然我覺得這個機制的設計 設計對台電是不公平的 你叫一個國營事業去負擔 去負擔幾乎是像這個 美國能源部的那樣子的責任 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但是這個整個制度的設計就是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國家對節能事實上做得非常的long 我問一下李教授 那等一下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李教授一直講 我就說我們國家在綠能發展 我這邊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離岸風場的統計公司 叫做四溪 offshore 它今年1月做了評估 全世界前18個離岸風場中間 有16個在台灣海峽 兩個是在南中國海 這其中有9個是在我們台灣的領海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好好的去發展 你真的不要擔心電力不夠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我們已經用了這個核電了 這些電廠已經在那邊了 我們應該利用這些電廠除以之前的時間 我們趕快來發展替代能源 而且是不需要進口的 可以不用把白花銀子送給別的國家的 然後是乾淨的 然後對我們人民是這個 對孩子是健康的這些能源 李教授 那個兩點 有一點就是說 目前整個的那個電力的需求 其實是可以壓低的 不需要增長這麼快 這是剛剛田委員說的 一年可以省下一座核電廠的電廠 其實我覺得大家看資料 完了之後就挑自己有力的來講 不去深層去想它代表什麼 韓國人放棄核能發電了嗎 沒有啊 韓國人還在蓋核能電廠呢 他不但現在在蓋 還有規劃中的電廠還要上來 這個是一回事 但是你能不能壓制這個 對於電力的需求是另外一回事 好 那大家都講 這些一些環保團體都講說 我們電力零成長 OK 我們看過去嘛 過去八年十年嘛 對不對 我們的電力是零成長的嗎 不是嘛 我們過去都知道經濟狀況不好 我們的成長還是百分之一點幾嘛 對不對 這是一回事 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電力的系統裡面 有些老舊的電廠必須要汰換 這些東西歸來幾年要換掉 這些電力要從哪裡來嘛 還有一件事情 我剛剛也講了 我從來不反對再生動員 我們封場好 台灣海峽封場好 我們蓋嘛 對不對 蓋完之後 我們就用這些墊 對不對 可是你在多久你蓋得起來 我們講海上風力不是一年兩年了 好多年了 那也有示範的計畫出去了 到現在一台都起不來 到現在一台都起不來 我想我們做事情要有規劃 要面對現實 那如果我們現在核四 核四不轉三千多億不見了 OK 那核一核二核三 你說我要如期除億 你算一下嘛對不對 這邊大概五六百億的這個電力 你要從哪來嘛 你要從哪裡來 你算完之後 如果來不了的話 你要怎麼辦 這就是風險 你說沒有 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風力發電一定可以如期完成 然後我到時候蓄電池什麼 都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沒有問題 那我問 做不到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國家的經濟該怎麼辦 我們的競爭力在哪裡 這就是一個風險 這就是一個風險的問題 我覺得有些數字 本身就不能自己矛盾 你說剛剛講一個數字 也許我不是聽得很清楚 他說電力 電力說德國向外輸出了 228億度的電 這228億度的電 幾乎是台灣發電量的十分之一 所以它的電網跟人家 是緊密的結合的 並不是講的說 各個是獨立的 我們很多的數字 你丹麥風力發電用得很好 比德國比例還高 可是你去看它的電力輸入跟輸出 那個量有多大 丹麥它發展風力發電 它靠的是挪威跟瑞典的電力系統 提供它一個穩定的一個back out 它才能夠使用再生能源 台灣真的有它的一個先天上的限制 我常常開玩笑講 台灣要大量使用風力發電 台灣要大量使用再生能源 拿一條電纜到大陸對岸 利用大陸的電網平衡我們的 要還是不要 這個問題是 要還是不要 這問題就牽涉到兩岸政治的問題 對 牽涉到兩岸政治 我覺得說每一個國家 都有它特殊的地方 都有它特殊的一個狀況 我要講一件事情 講這個電力這個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它停了核四 可是迫於壓力吧 它又恢復了核四的形成 OK 在蔡英文女士 在當這個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她非常積極的協調 希望核四能夠早一天完成 我相信她的出發點 也是為了這個國家投資不要浪費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大家要把一個現實的狀況 考慮清楚 好 我多講一點 今天講核廢料的問題 今天一個乾除是全世界 都接受的一個暫時處 暫時處置高階核廢料的 這個使用過核燃料的一個問題 我們乾除蓋好了 拿不到一個 拿不到一個不是建造 那個什麼水土保持著完工的一個證明 朱立倫市長不發 對 朱立倫部長不發 所以台電才說了 在可能的狀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讓他暫時有個出入 這一進一出 你知道多少錢嗎 Roughly算一算 360億 360億 我們朱立倫一戀之間說我們發了 彈性怎麼告訴我是113億 113億是送出去處理的費用 沒有 他說包括送回來也 包括送回來 送出去送處理一起 一共113億 那我加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合一不發電 你的電力從哪來 你要花這個 要買天然氣來替代它的電力 那天然氣是200多億 你現在 你今天乾除不動 你到明年2月還3月時 你機器隊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你的電力從哪來 你不要講栽生能源 那些還沒發展起來 所以這些電力從哪來 也不要講燃煤 一定是天然氣 那天然氣價格還不確定 你買進來一年 一個合一廠 一年200多億 天然氣的替代 這國家300多億就沒有了 所以就在它一面之間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們面對問題 要合理的去想 我們的條件是什麼 我們現在狀況是什麼 那田委員 我想請你談一下 你現在所理想的情況 你剛剛也提到 要趁我們現在核電廠還有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個過渡的一個階段 現在目前反核團體提出不同的說法 有說現在核四現在封存 然後趁今年就把核一核二核三 他們到時間就把它除役 這樣我們真的會變成無核國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真的會面臨到一個困境 你贊成讓核一核二核三 延長服役嗎 還是你覺得 乾脆核一核是核二核三 因為是舊設計 它的安全係數也比較差 乾脆就監督核四 讓核四能夠在一個比較安全的情況之下 運轉替代一核二三 你怎麼看這個時間 主持人我想你問到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不過我想我們這個在過去 在整個核四的論變裡面 我們已經接觸到很多 即使他認為台灣應該有核電廠的朋友 都反對核四運轉 他覺得核四的整個新界過程中太恐怖 那這個核四就不用講了 那核一二三呢 對我而言核一核二根本就是個過勞的電廠 核三比較新以後我們再來談 然後它的地質條件實際上是非常的恐怖 比福島核電廠還要危險 那我們現在拖天之福 拖天之福 這個都沒有事故 這個要非常的慶幸 但是呢 就像日本人現在自我反省 說好運有一天會用完 老天爺的耐心有一天會不會磨光 我是覺得說我們真的不要像日本那樣 非得等到核電廠爆炸 我們才可能把核電廠停下來 那我今天是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剛剛李教授談到說那個澎湖的那個風機 要拉一條電纜 那個是當時能源局在劉兆全院長的時候 本來就規劃要這樣做 就是那個是澎湖支援台灣的電力 非常可惜在環評的時候 雲林當地的民眾對於電磁波 感覺非常的不安 所以他們反對 但是我覺得呢 能源局跟台電都沒有好好去跟民眾溝通 電磁波是可以用包財去防範的 可以去隔絕的 如果說他們擔心的是電磁波 事實上是有辦法溝通的 那當然一方面他們覺得離他們的村莊太近 所以我的意思說這些都是個案 如果政府是有決心的 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溝通的 然後說德國這個2012年輸出228億度的電 這個是德國官方網站上面 這不是我亂拍的 那德國政府他們這個資訊全部都是公開透明 如果說他們說謊 絕對被他們的核電集團這個大喊稱 還有一點我們的這個能源局的這個能源統計手冊 非常的清楚 我們國家的高耗能這些高污染高耗能能源密集的產業 他們佔用了我們國家的能源48% 講近50% 但是呢 他們對GP的貢獻不到4% 我的意思說 我們講了那麼多年的產業結構的調整 我們政府做了多少 那如果你把這個產業結構好好的調整 實際上我們維持現有的能源 包括說我們核一 核一才佔我們8%的能源 不到8%的能源 實際上停了 並沒有像我們想的那麼的嚴重 那如果說我們在節能 那你說小英 當時我也非常清楚 我們在立法院表決輸了 那國家政策你要走下去 所以小英當然你必須走下去 你當然要把核四蓋好 問題是我們後來發現核四是一個無法 無力可回天的一個電廠 當時如果按照民進黨的預期 可以把它停下來 那2000多於我們去發展其他的這個電 我相信現在我們就不用討論這些問題 我最後一段是希望能夠談未來要怎麼辦 尤其是將來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公投的方式 來解決一些問題 首先我想請教李教授 當我們現在目前談這個核電的問題 已經是其實爭辯非常久 最後你覺得這是不是一個政治性的決定 還是你覺得這裡面有它專業的考慮在 我說的政治性決定是前一時候 國民黨都把這個事情要準備付出公投 那你覺得這個處理的方法 你個人贊不贊成 我從事核能這一行業已經滿久了 我做核能溝通也滿久了 我原來認為它是一個技術問題 可是經過多年的一些了解之後 我認為它是一個政治問題 因為這是多人之事 我慢慢再往下談之後 我認為它是一個哲學問題 因為跟你本身的一個對人類未來的看法 對一個哲學觀 對風險的看法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變成一個哲學的問題 好 那回過頭來 針對台灣核電該怎麼解決 我認為就公投吧 OK 讓大家一起來做一個決定 可是前提是什麼 在大家一起來的前提是 所有的人都應該花一些工夫心思 去瞭解核電的好處在哪裡 核電的壞處在哪裡 那我們使用再生能源的時候 台灣到底能夠做到什麼樣的地步 OK 我們大家應該務實的 把所有的數據攤出來 大家好好的談一談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問說這台灣核電問題要怎麼樣解決 我說公投吧 OK 我認為這不單是哲學問題 這是一個生命態度的問題 你對你的孩子 你對後代子孫的一個生命態度 你對你的國家 你希望你的國家是什麼樣子的國家 你國家是一個不負責任 為了40年的用電 把百萬年的有毒廢棄物 留給你子孫的國家嗎 我們當然不希望 我們也不希望做這樣的父母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現在面臨的是第三次工業革命 帶領第三次工業革命 就是我們的綠色能源 這個彭博社國際能源總署 IEA已經預測 2016年再生能源會取代天然氣 成為全世界第二大電力的供應來源 所以我們現在談的不只是非核的問題 我們現在還談的是 我們國家經濟的問題 我們要把我們國家建設成什麼一樣 能源對現在的國家 就像血液對人體這麼重要 你的血含著各種尼古丁 含著各種中金屬 含著各種自然物質 你這個人怎麼可能健康 你這種會不斷日夜產生有毒廢棄物的核電 你用這個來支持你的國家 這個國家怎麼可能會是一個正常健康的國家呢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說今天呢 這個我們瑞士 瑞士國際管理學 2010年各國運用綠色科技 創造競爭優勢前提評比 我們是全球第六 這是我們的優勢 我相信我們大家只要全國上下一條心 我們一定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最怕的是 你一直認為它不是問題 而且只能夠遵循舊治走舊路 然後走到死胡同去 今天非常謝謝田委員跟李教授到我們節目來 我知道這個問題不是一時三刻能夠談得清楚的 不過我覺得更多人能夠關心這個事情 就像剛剛李教授說的 大家都能夠盡量的能夠得到這方面的資訊 再做自己的判斷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主持人